姑娘在这卖玉米呢 玉米怎么卖的 一块钱一个 这些都是你从家里背过来的 你背过来要走多少路啊 这么久啊 走过来很累啊 这边这样呢 叔叔是外地过来吧 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 手机没电了 钱包也丢了 叔叔想请你帮个忙啊 你看 你看可不可以借两块钱给叔叔 叔叔去买个面包吃 到现在还要吃饭呢 啊 给这么多啊 你就卖了这 这十来块钱都给我了 那叔叔看 太 太 谢谢你了 你爸爸妈妈吗 那你这些玉米卖来的钱 准备干什么呢 妈妈身体不好 这么懂事啊 要把这些玉米卖完了才回去吗 那这样 其实叔叔 差了这几块钱 然后 叔叔还把这个钱还给你了吧 本叔叔 这里就两百块钱了 然后 叔叔把你这些玉米 然后拿下来 你可以找点同样的东西吗 那这两百块钱你把它拿到 你只想卖玉米的书 没事的 没事的 要是就不用客宠人了 对吧 本天叔叔是看有这么多事啊 你把这些钱拿回去 拿回去 给妈妈 看看病 好不好 那你帮我弄个袋子 把鱼米放起来 那叔叔把这个玉米都买完就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回去啊 还是走得回去啊 走路这么远了 太累了吧 那叔叔 这里 再另外给你一人了 然后你自己收回去啊 剩下的钱呢 叔叔赶紧 鞋子都扣了九十六公里 你剩下的钱 你再买双鞋子卡 为什么 可以听话 你这样听话 把这钱拿到这个 又出乎看见 真好 ad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